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TB新闻大白话 当安倍晋三被枪杀的这个消息发生之后 有一些评论家在讲 会不会影响了整个政治局势的走向 往右翼来发展 而且对于日本跟俄罗斯的关系 将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首先普京当然第一时间 也立刻的哀悼安倍晋三 他公开的发表说 安倍晋三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一直为国家的利益着想 在战场保护国家的利益 其实是死路一条 这句话指的是什么 是暗酸 泽伦斯基 当然有一些评论的想法 但是我们也没有忘记 在2月27号曾经安倍晋三 为了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乌克兰的时候讲了一句话 他说攻打乌克兰 是为了保护俄罗斯 所以他任内也表示了 对于俄罗斯的某一种说法 帮他做开脱还夹 那么在过去 他的确私交跟普京是非常好的 包括了任内狂推狗狗 狗狗外交 秋田犬 2012年的时候 日本就送过秋田犬一只狗 叫做梦给普京 送他一个梦 然后感谢他311 曾经伸出元首 那么甚至2014年的时候 安倍见普京的时候 就牵着这只梦来进场迎接 2016年的时候 普京甚至访日 要跟安倍会晤的时候 打算再送一只 本来是母的 再送一只公的秋田 俄方这一次就拒绝了 原因我不知道 2018年的时候 日本也赠送俄国的冬奥选手 秋田的右拳 然后感觉画面都很可爱 这就是安倍自己特殊的一种外交手法 那么即使俄乌战争要开打 双方其实并没有跟安倍交恶 虽然日本后来对于俄罗斯的 这个所谓谴责 或者是经济制裁动作 是比任何国家都还要强烈的 因为跟美方站在一起 但是泽文希基也表达了 对于安倍的遗憾 他向安倍的家人 还有日本民众表达最深切的哀悼 令人发指的暴行毫无借口可言 这也是当然这是个暴力行为 俄罗斯的专家说 安倍预期的事件将会影响 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 这个观点是从哪里看的呢 是因为俄罗斯说 安倍对于俄国是采取相对务实的态度 不会让双边的关系 升级到最坏的状况 所以他们也会有所感受 所以换了一个 少了他这样的在党内的前置 或者立场的一些不同的拉锯的时候 是不是整个往右翼发展的方向 会越来越明显 那么没有忘记的是2019年开始 安倍在四方北方四岛的言论 引起俄罗斯不满的时候 俄国召回日本的大使去抗议 可是两个人的关系 私交归私交公事归公事 还是很强硬的会有对撞 安倍认为是北方四岛的主权 是由俄国转日本 要求俄罗斯必须要对北方四岛的原住民 过去70多年的占领 要提供赔偿 那么普清占领领土的名言是说 领土的争端没有谈判 只有战争 我们没有谈的 土地归你的 没有这回事 除非一战 俄罗斯的国土虽然很大 却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 陆军跟海军 就是说跟日本 我跟你安倍再好 我们也是只有陆军跟海军可以谈而已 所以日俄从友好到疏远的这个过程 有相关的分析报导 在日本的学者就说 只要普丁还是领导人 就不会忘掉这一笔账 普京从苏联国安时期 就勤袭柔道建树 本来有日本人对普京是很有好感的 跟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 对于亲自的外国领导人 都是没有造价能力的 日俄友好 中国反而会比较警戒 但是安倍当时认为俄罗斯这张牌 有助于日本来应对谁 主要的敌人是谁 中国大陆 那么安倍私下还说 我们一起吃过很多盐 这个私交却触交 没有发挥效果 普京就说 日本人要免签访问这个岛 我的相关的 这个已经是很让步了 要再把这个主权 跟你有什么沟通 进一步的退让 是不可能的 所以安倍用个人的关系 打破僵局 已经不是第一次 包括在跟美国的关系上也是这样 他有一些擅长 非常柔软 信誉的操作方法 包括跟当时的川普 他跟除了普京见过27次面 吃了很多盐等等 所以回应日安保 日美安保条约的时候 是两国障碍 这次就退让 他虽然用私交 去做一些外交的运用 但是仍然在正式的一些条件 跟底线上 没有办法突破 但是他跟川普 也是用这样的手法 他自己说曾经因为川普一上任 就立刻去跟他沟通见面 所以说服他抗中建立了 包括了后续很多的 军方的部署 国际之间的所谓第一岛链 或者四方会谈的基础 所以跟川普说明 中国强化军力下 日美同盟的重要性 也让今天日美这么的 友好的状况 建立下一个基础 所以美国建构坚强关系的起点 来自于他跟川普一当任一当选 当时还不是得到全世界很多国际友人的友谊的时候 他第一刻就送暖了 表达关系给他策略 那么尤其是安倍在2012年 他两任的任内 其中2012年上任的时候 积极推动的是国家正常化 所以国家正常化是什么 就是日本要有自己的军武 要有自己的军事的防卫能力 甚至会到当年的军事过去曾经被大家诟病的军武国家 他主张要把国方预算五年内增加到十兆 本来是五兆 2027年甚至要成为世界第三大 除了美中之外的军事强权 这是过去在二战之后大家最怕 就是不想让日本再成为 往这条路上走的军事强权 所以现在大家说 无缘看到心目中的正常国家了 安倍选举演说遇刺身亡 所以会不会反而积极的帮国安修宪这个门槛 得到更大的民意支持 参议院不会在任期中被解散 一般也不担任阁员的 所以六年的任期会比众议院四年更长 长久以来日本的右派想要修正宪法第九条 都没有办法 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结果如何 安倍都无缘看到了 也就是说这一次也许在选举马上就要到来的情况之下 他的离世被刺杀 说不定会对于他接下来往右翼 就是包括成为正常国家拿回军事权 提高国防预算 让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 这一步会越来越近了吗 少校 我倒不认为他会越来越近 因为整个局势的发展当然还是摆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状况 那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的消息越来越少了 因为对俄罗斯来讲他已经在收了 他已经在收了 他所有的这些的战斧战犯怎么样的经过 一个一个的身份确认 然后交叉比对他们所有的供词弄清楚以后 才是真正的开始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虽然美国的力度加到这么大 然后北约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受不了了 现在七月到九月整个的冬天来临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是在法国 他们讲现在法国街头的难民 以及社会的动荡 已经是非常的在沸腾当中 那么当然英国首相将算的下台 是一个警讯安倍死了 然后再下来你美国马上11月的选举 到现在为止 拜登的这个支持率越来越低 你到底要怎么处理 虽然说川普的官司 已经是直接证据出来了 可是再怎么样川普也还有将近 是百分之三十的支持率在那边 所以美国的乱 加上整个世界受到疫情影响 跟经济这些状况 日本也脱不了关系 那么真正的状况是到11月 11月美国的选举 中国大陆的20大 然后这个中间 7月已经开始了 8月9月 我觉得是一个关键值得观察 但是不能够讲说 因为安倍的去世 而整个的日本会走向哪里 我觉得那个是不切实际的 当然一些分析家会这样分析 是因为日本北方四岛的冲突 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最近因为包括一些 跟美国一起联手的军防演习 让双方的关系 连渔业协定这些都非常的紧张 跟冲突 所以才会说评论家认为 说不定就是往右翼这方面发展 让二日的冲突 可能更为一触即发吗 教授 其实我们现在回去看 安倍过去的遗产成就 外交经济 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大家要做区别 他在任的时候 是到2020年 但是2020年他下来之后 到他昨天被刺杀 他还是很积极的在国际上 在日本国内 以及在外交上做一些发言 但那都是下台的前首相的发言 所以不要把他搞混了 而这个时间点 刚好有很重要的区别 一个是疫情 第二个是拜登上台 拜登上台的时候 美国的对外政策 对乌克兰 因此俄乌战争 对中国 因此整个美国开始的 印太战略也都为之转变 所以你看到这个转变 好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2020年之后 大家不要以为 因为安倍还是在做首相 但是他经常的发言 被媒体不断的提到 可是这代表日本的政策方向 也不一定 因为他还是日本最大派系的代表 以及在岸田文雄上来之后 是受到安倍的支持 所以他才很容易搞混 但实际上岸田文雄 并不是 并不是安倍的傀儡 他不过是过去 因为是最大派系 有一点像是后座的那种驾驶 会有点牵制 後座驾驶在指指点点 他又有的时候会跳过 你自己在针对国际上 做很多发言 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 大家就以为说 这个就是安倍的外交 或者日本的政策 是也可能不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今天这个过去就代表了 新的岸田文雄的政策会出来 我是觉得安倍外交 简单的说 它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外交 是什么意思 是以维护日本 当下国家利益的外交 你看他跟普京 见面很多次 很多次 通常都是普丁迟到 有一次普丁迟到最多两个小时 他很有耐心的那边等 就有一次安倍迟到了 大概迟到5分钟 不过日本人迟到 他会非常不好意思 跟德国人一样 他就到了门口的时候 就赶快小跑步 然后普丁迟看得很高兴 觉得你虽然迟到 但是他小跑步过来 有一次中国的国庆 在日本的饭店举行 当时的中国驻日本的大使 叫程永华 然后那个时候安倍还是首相 他车到 他也迟到 他一下车过来 他小跑步往程永华 那个方向 虽然只有几公尺了 但是赶快跑过去跟他握手 首相 所以安倍是他不重面子的 你更不要说 大家有没有记得 跟川普打球的时候 在高尔夫酒厂 在沙坑跌倒了 转了一圈 赶快站起来 继续小跑步往拜登 川普的方向跑过去 日本的媒体一整天在播 但没有人在骂安倍 觉得这个是在帮我们日本去做事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的新的老板 老大上来 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样的个性 你是第一个跑去见他 还能够跟他去打这个小白球 你的功夫做到位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而且他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日本的首相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要了解 安倍我觉得他其实 在这一点的这种能屈能伸上面 真的是做得不错 不过再一次提醒大家 在他下台之后 所做的许多的发言 那个是因为整个中美关系 又转变了 所以你感觉上好像他的发言 代表了日本 一直就更加的清台 更加的反中 是不是真的如此 其实这个要看后续 岸田他怎么样端出 他的新的政策 因为岸田文雄上任之后 不是教授也之前被 他就说被质疑 他其实希望往亲中 甚至更平衡的干岗上 是 他在外务 但是安倍晋三没有 外务大臣他提一个 比较知中派的临方证 然后防卫大臣 是安倍的亲弟弟安心部 所以没有了安倍 在后面的影响 是不是就有可能 中方关系是更倾斜了 还是就真的完全亲美反中 两个都有可能被拉扯 但我觉得会比较务实 比较务实 因为安倍派的力量会减少 但是安倍的一致 因为在这个事件 我们看他的一致 会影响多久 是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还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但是他也知道跟中国 必须要务实的面对 经济 市场 贸易 美国这边给岸田的 就说要你增加军费 要你延续安倍一致 然后要你重视跟美国的 美日安保 要你去改善跟韩国的 这个军事合作关系 我觉得岸田某种程度 也会继续的推动 是 因为在日本的政坛 也在讨论这件事情 究竟他的离开 对于亲美反中 会更为极端化 还是有可能 往平衡的道路上发展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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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